台媒,中华神盾近日参与赵台,台军默不作声。 观察者网。 综合报道,据台湾联合报6月22日报道,台军方人士透露,解放军济南号驱逐舰与黄港号护卫舰,上周有鹏家与附近台湾东部海域南下,由巴士海峡向西,在台湾西南半海逗留, 全城维持在所谓的台防空识别区范围内,距离小琉球最近仅60海里,110公里,直到昨天,21日,才穿越海峡中线,向西南方逐渐远离。 报道称,这是一个月来,解放军第二次派现行距离赵台,也是蔡当局上任以来第三次。 此次解放军首都派出号称中华神盾的052C驱逐渐执行此类任务,在台湾周边海域洞留时间更超过一星期以上。 但台湾国防部完全不对外透露消息,是否正因正逢军人退休金改革修法的敏感时刻而封口,不免令人充满联想。 报道称,2016年5月蔡英文就之前,解放军曾派出两艘军舰召台,今年5月中旬再度召台。 先前两次都是一艘俄俄制现代极驱逐渐,搭配一艘国产054A护卫舰,其中今年5月的航行中,最近10层距离苏澳近30海里。 台官员透露,此次解放军军舰召台,距离虽然比一个月前稍远,但派出的舰艇更新锐,动流时间更长,船上的红旗9防空导弹射程,以足以威胁花莲东部地区的飞机起降。 并且解放军这次还在台湾东方海域起降时升机进行训练。 不仅台军密切监控,美国海军也派出T8反潜机拍照。 台国防部军事发言人陈忠吉表示,台湾周边的公海一直都有各国船只经过,其中也包括美国与大陆,台军对于相关状况都能密切掌握,台军也会派遣舰艇,对其采取必要的办行、监控措施。 近期解放军海空绕台已成常态化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孝曾表示,台独分裂活动是对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,是对台湾同胞根本利利的损害。 我们采取的一系列行动,针对的是倒霉台独势力及其活动,为了是防止台湾民众服制因台独图谋而受损害。 如果台独势力继续自以往为,我们还将进一步采取行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